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王哥 关注我带你了解每天最新的手机批发行情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深圳华强北 由于今年苹果13系列的火热发售呢 也是远远超过了预期 所以说目前市场上面二手的13行情呢 对比全新机的批发行情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差价没有明显的拉开 虽然说最近市场上面的二手13系列呢 也是有所到货的 但是整体的行情呢 并不是特别的有性价比 有很多小伙伴呢 也是咨询我 我就建议他们直接考虑全新机就可以了 虽然目前新机型的行情的比较坚挺 但是老款的机型相对来说就比较友好了 如果说你的预算和你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 老款的期间进行现在入手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今天呢 我们就来给一位粉丝呢 安排一台苹果的12pro max 今天我们来挑的这些机器呢 都是256g内存的 电池效率的话都是90多 目前市场量金拿货的话 已经不到70006000大级就可以拿得到 但是呢 也有一些部分极品的机器 比如说是这个橙色新电池效率高 还有官方保修的那种 那种橙色的话 普遍要比这种量级橙色的话要贵上一两百 我们挑的这些机器呢 都是双卡双代版本的 目前的话是国行和港版的话是支持双卡的 而海外版本的机型都是单卡的 差价的话会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差价 要知道去年这个时间上市的12pro max呢 发售价也是上万的 一年行情时间过去了 目前二手机行情来到6000多 可以说缩水了将近一半 如果说你的预算充足的话 可以直接考虑上13系列的 但是如果说想追求性价比的话 那么老款的旗舰机型呢 现在入手呢 也是比较适合的 最着的原因呢 也是今年的12系列和13系列 外观上面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 处理器上面的a14和a15的处理器芯片呢 对于我们日常使用来说 也是几乎体验不到任何区别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给广西的一位粉丝呢 安排一台苹果的XR 苹果XR这款机器呢 可以说是深受游戏党的最爱 主要是因为这款手机 它的主板设计是单层设计的 发热量呢 相对其他iPhone机型发热量要少很多 另外一点呢 这款机型呢 也是一个万能改机啊 它可以改11 也可以改12呢 也可以改13 因为它的行情呢 从去年到现在也是没有 特别的掉价 最近一段时间呢 也是由于13上市之后 老款的进行整体有所调价 所以说现在的行情呢 也是掉价了一点 之前我们拿货的话 像这种128G的亮机橙色 拿货都要267的 现在市场行情呢 也是掉价了好几百 但是今天我们给这位老板挑的这台机器呢 也是比较极品的 因为它的要求比较高 橙色呢 是完美的 一定要达到充新级别的标准 电池效率呢 更是少有的极品啊 电池100可以说是满血的状态 这家档口里面的XR差不多有三到四百台 但是像这种极品的机器呢 也就有几个而已 所以说二手机器呢 它也是有分等级的 可以说是一级一矿是情况而定的 最后呢 我们再来到市场给甘肃的一位老铁安排一款ipad 我们今天挑的这台ipad呢 是2017款ipad的第六代128G wifi版本 整体的机况呢 也是95新的亮机的一个标准 市场档口老板报价1650 我记得这款平板 我去年拿的时候就是17这样子 可以说一年了 这款平板只有一个50到100块钱的一个变化幅度 几乎是没有掉价的 像这款17年ipad依然可以运行目前主流的应用和游戏软件 像什么吃鸡网址呀 都是不在话下的 已经接近五年了 这款机器的市场行情还要167 可以说是相当的保值ipad的保值情况是远远要大于手机行情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能在市场上面看到这些ipad的档口老板永远都是在那里嗑瓜子的看电影 而做手机档口老板呢 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 生意好一点还可以 如果说遇到生意不好的 那么一天都不见一个笑脸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华强北小王哥 我在华强北陶鸡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的记得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